上期節目有不少觀眾指出我的錯誤 除了我的國學常識不足 讓我把拔當成福之外 最多提出的指教還有兩點 1.天羽束縛 這個我沒辦法辯解 我是有找出兩個相反的案例 但天羽束縛的本質就只是 生下來就會強制賦予在身上的束縛 有的束縛是皺力 有的是肉體 而犧牲這些換來的就是 某一方面的強化 正而犧牲皺力 得到超絕強化的肉體 機械丸犧牲肉體 得到素式範圍以及皺力輸出強化 而第二個錯誤 也就是開頭提到的 咒術師都是日本人 我希望老師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後面的篇章確實有暗示並解釋這點 但合不合理 就是本期節目討論的重點 本期節目的另一個重點 會進一步討論五條物的黑閃效果 跟上期節目不同 這期節目之宜 觀眾都看到漫畫最新連載進度來討論 怕被暴雷的朋友 請小心服用 另外 本期節目會大量挑戰借見老師所提出的邏輯 如果不忍心看到作者被挑戰 又沒辦法冷靜討論的觀眾 滲入 136話 99遊記和卷所爭論人類的未來時 99提議要消除人類的皺力 而卷所卻是選擇 讓所有人類都能控制皺力 杜絕皺靈的誕生 這時候 99提出反駁 他說 跟日本相比 外國的咒術師和咒靈都少很多 要讓人類控制皺力 就必須要有天原的結界才能實行 從這個對白我們可以得知 要多產出一點咒術師的必要條件是 天原的結界必須存在 而國外沒有 所以數量稀少 這一點也從0的鞭子小哥可以得到證實 至於天原的結界是怎麼讓咒術師變多的呢? 在66話 懷孽2有提到 許多結界術 都是仰賴天原大人才得以提升強度 要是沒有那位大人的幫忙 我們連防護和處理任務都將變得難以進行 也就是說 這些結界應該是用來保護 有資質成為咒術師的人類 讓他們得以成長為咒術師 而不是催生出 有資質成為咒術師的人類 那 咒靈呢? 既然詛咒是由人類的負面感情所生 沒道理只有日本有大量的負面感情啊 要比社會高壓 我看韓國、印度都是有過之無不及 台灣也是 所以這時候 作者在之前的96話 似乎就有給出解釋 咒靈的力量年年增強 就是這傢伙 五條五 跟田徑比賽長年無法撼動的世界紀錄 卻突然不斷有人開始打破 還有花式滑冰選手從某個選手開始 就不斷突破跳躍和旋轉次數一樣 五條五誕生之後 世界的均衡就改變了 先假設咒術師的理解是正確的 是代表作者給出的解釋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理解成 日本會有一大堆強大的咒靈 全部都是五條物害的 這個人不要誕生 就不會害這麼多人死在咒靈手上 這個理解 正確嗎? 再來 在作者腦中 強大的運動員就好像共鳴關係 一個強大的個體出現 就會強化其他弱小的個體 也就是說 五條物的出現 咒靈也跟著變多變強 為了對抗咒靈 日本的咒術師也必須變多 量一多 咒術師的強者們也跟著變多 根據這個循環 有人解釋 就是因為五條物和天原大人的存在 才導致日本的環境改變 我自己判斷 這也很可能是作者給出的解釋啦 很多人都信了 但抱歉 一壓力 我就是覺得不合理 我要進行挑戰 首先 有可能處理五條物這種存在 降低咒靈的催生嗎? 答案是 不可能 就算真的能殺死五條物 起碼聖兒就差靈門一腳 但145話裡可以得知 卷所就曾經殺掉過六眼持有者 但另一名六眼持有者 也還是在當代出現 所以說 就算殺了五條物 只要還有另一名六眼持有者誕生 那麼咒靈還是會變多變強 這時候 問題來了 憑什麼只有日本能定時生出像是五條物 天圓等之類的怪物 從145話的對談中 我們可以知道 光是天圓知道的六眼術師就有四位 第一位 直接戰勝眷鎖 第二位 嬰兒時期死在眷鎖手上 第三位 跟第二位同時期的六眼持有者 第四位 五條物 六眼的大人生可別跟我說和天圓有關 再說了 在六眼之前 還有最新進度變成小丑的詛咒之王 術挪 深愛術挪的腕 服飾術挪的李梅 以及喜歡侵犯別人腦袋的眷鎖 這些詛咒師 或是說做壞事的咒術師 為什麼只會出現在日本呢? 阿就日本特別睡覺 莫名其妙就會誕生這些怪物嗎? 歐 嘘 對不止賭啊 有沒有咒術民或咒術專家 可以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 están bridge 為什麼只有日本這麼倒楣 其他國家就沒有 最起碼到現在 都還沒有出現 對吧? 或許有得有人會說 有啊 只是沒發現 不對啊 如果其他國家在這個時代也有類似的強者 那2021化的美國領導者 根本沒必要綁架日本人做研究 從自己國內搜索不就好了? 曉得我很廢 只有日本有強力咒術師的解釋 我只能得出跟輕小說一樣 沒辦法解釋為什麼都是日本人在拯救世界 究竟誰能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呢? 第二個挑戰 剛剛老師提到的共鳴現象 五條誕生,所以咒靈變多 這現象就跟運動員在某一個時期 會接連變強一樣 呃… 各位 你們有注意到奇怪的點嗎? 3…2…1 運動員在某一個時期接連變強的原因 不是現象,不是共鳴,是科學 人類的飲食觀念進步 對人體的組成更了解 更知道怎麼鍛鍊身體才能達到最佳化 照著科學走的結果 人類自然在某一個時期能變得更高更壯,跑得更快 這是有因果關係的 是其他領域的人在努力 然後被活用到體育上面的結果 運動員得到這些最新的知識 並活用於鍛鍊後 才會形成一整批運動員在某一個時間點 不斷打破紀錄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吧 游泳 在自由式誕生之前 人們還在用挖式游泳的時代 怎麼游就是那個速度 但在傑式被發現後 所有人都變成在自由式項目中使用傑式 那個時期 所有的游泳紀錄都在同一時刻被接連打破 後面越來越習慣傑式的選手 自然也可能會比前面破紀錄的選手還要更快 另一個案例 人士游泳 2008年的北京奧運 多項的游泳紀錄被同時打破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都穿上了最新科技的鯊魚衣 靠著科技這批運動員很少賽場 不過由於鯊魚衣實在太貴了 有的國家買不起 結果鯊魚衣就被ban了 總之 我想說的是 這不是什麼共鳴 拿運動科學的進步當成五條和重鄰的關係 實在有一點否定了其他領域的人的努力 如果老師只是形容 這是共鳴現象 那我就不會給出這麼多挑戰 因為這就只是一個觀察後得到的結果 這次運動員的舉例就像富得自然術一樣 只要詢問一些專家 就絕對能得到一些比較正確的比喻 富得自然術這種說法 在老師詢問過專家後 也就沒有在本傳重新提起 對於共鳴現象的挑戰 同樣歡迎咒術迷來挑戰我的說法 更何況理論上來說 五條物這種存在 只會大量消滅咒靈 甚至造成咒術師遠遠強過咒靈的狀況 第三個挑戰 同樣跟共鳴現象有關 五條物誕生 所以咒靈變多 那問題來了 為什麼只有日本的咒靈會變多 五條物的影響範圍不應該只有日本吧 還是五條物的影響會被天原的結界打下 如果是這樣 那規定五條物只在特定的範圍活動 並重新調整結界的位置不就好了嗎 誰可以告訴我 哪裡有解釋 重複一遍三個挑戰 一 跟天原的結界無關 超強術師為什麼只會在日本誕生 二 五條物的誕生跟咒靈變多之間的關係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給出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 三 五條物的誕生所影響的咒靈範圍 為什麼只限定在日本 只有回答了這三個問題 才算是給我一個關於 國外的咒術師和咒靈都比較少的合理解釋 另一個我比較想提出的疑問是 為什麼二三十二畫五條物打出黑閃 每個人都震驚震驚震驚 再震驚 欸不是 東唐當初在解釋黑閃時 不就知道五條會黑閃了嗎 為什麼這些人好像是被 五條會黑閃這件事嚇到 看到五條用出黑閃的當下反應應該是 太好了 打出黑閃了 才對吧 還是他們的嚇到反應其實是 五條居然在用上上個版本的招式 有誰可以告訴我他們到底在震驚什麼 231話 活在回憶中的七海說過 普通人需要費盡心力才能打出的會心一擊 對五條而言卻像刺拳一樣輕鬆 這句話有三個意思 第一種 別人黑閃的威力只等於五條的普攻威力 第二種 五條在揍人時會加上倉 也就是把人吸過來打 所以五條揍起人來特別痛 這威力幾乎等於別人的黑閃 第三種是 五條輕輕鬆鬆就能打出黑閃 我自己是解釋成第三種啦 不知道各位是怎麼想呢 不過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在五條和速挪交手的過程中 五條有多次用帶有揍力的拳頭跟速挪互K 像是227話 兩人甚至零距離接觸 問題來囉 理論上六眼持有者的普攻 不是每一下都應該是要黑閃嗎 觸發黑閃的條件是 打擊和咒力在0.0000001秒的延遲之內 相繼爆發的瞬間 空間會產生扭曲 咒力會閃耀黑色光芒 這種現象在咒術界被稱為黑閃 所謂的黑閃就是咒力的暴擊 威力是通常威力的2.5次方 因此沒有速師能夠刻意觸發黑閃 暴擊這個用法是老師在公式書上提到的 本傳翻了一下 好像沒有類似的形容 從定義上看來 沒有人能夠刻意觸發的原因是 沒有咒術師能將咒力隨心所意控制在 10-6次方秒內相繼爆發 那 5條物也辦不到嗎 各位要知道 5條可是能做到能量轉換間無消耗的神技 就知識淺薄的我來說 能做到這一點的 限時只有在特定溫度以下才能存在的超導體 連超導體現象都能再現 以10-6次方秒的精細度控制咒力 應該相對下比較不困難吧 別忘了喔 虎仗才剛學會黑閃 就在同一場戰鬥中打出1加4加1次的黑閃 有天分的初學者都能做到這種程度 5條不能自由控制嗎 我是不相信啦 有人認為 老師竟然用暴擊來形容黑閃 就是將黑閃設定成 咒力的暴擊 and不能刻意使用 但是 等等等等等等 暴擊 critical hit 一詞源自於電子遊戲和角色扮演遊戲中的強化攻擊 而凡事提到暴擊就同時會有 能否觸發暴擊的暴擊率 critical chance 暴擊率在一般的情況下 指的就是發動暴擊的機率 可是如果經過亂數解析 暴擊率就會是百分之百喔 好 就算不用亂數解析 在絕大部分的遊戲中 暴擊率本來就是能靠各種方法撐到100% 不是嗎 FGO在發牌後 星星夠多 每張牌都會是百爆 星雄鐵道靠儀器視頻光追 也有可能撐到100吧 就五條的狀況 我們是否應該理解成 五條擁有100%的暴擊率呢 還有人說 從文字上形容 咒力在0到0.0000001秒內戶擊 是必要條件 會不會產生空間扭曲 仍是機率的問題 欸 這說法我勉強能夠接受 但不論從動畫漫畫的翻譯 甚或是原文的說法看來 都應該是因果劇 也就是只要達成在這個時間內的 那咒力戶擊 空間扭曲就必定會發生 所以黑閃不是機率問題 那麼明確指出 沒有術師能夠刻意觸發黑閃這點 又該怎麼解釋呢 227話 五條物不就輕易把 領域展開的結界特性更改成 更能應付來自外側的攻擊嗎 這本來也是沒有術師能夠做到的吧 另外 在作品前期 七海也有這麼形容 使出黑閃後 術師會暫時陷入類似運動員的重狀態 平常必須主動控制的咒力控制 會變得像呼吸一樣自然 全能感 應該可以這麼形容吧 換句話說 只要進入重的狀態 黑閃就可以比較容易噴出 這麼理解沒錯吧 籃球員進入重也就是大爆射狀態 很多頂級球員都會說自己不知道發生什麼 有的是感覺對方變慢了 有的感覺是自信爆炸 有的感覺是 有一股力量在引導自己的身體 提高精度和準確度 綜合所述 大概可以歸納成 注意力超高度集中 自己好像能預判且控制一切 老師居然把轟出黑閃跟連續投進球的球員做比較 那平常就能靠六眼 預判且控制一切咒力的五條 隨時處在重的狀態下 每一拳都能轟出黑閃 不是更合理一些嗎? 剛剛提出的想法都只能拿來討論 五條到底能不能隨意放出黑閃 但接下來的想法 我就不溝通了 有人說 五條能隨意放出黑閃 那為什麼之前在揍肉弧的時候就沒有用呢? 欸不是 五條的平A不做任何揍力操作 就能打穿對方的防禦 那幹嘛還要花費力去微調揍力呢? 應該是只有在對上 極度危險的對手時 才有必要招招黑閃吧? 另一個問題是 五條開局不用黑閃是在節省揍力 不是啊大哥 假設虎仗黑閃的威力是10 前五條普攻的威力也是10 也就是說 五條打出一拳會消耗10的揍力 那麼 五條可以把這10拆成55 然後擊出黑閃的威力就會是25以上 花費10可以打出25 這麼划算的交易 為什麼不做? 花費的揍力就跟普攻一樣多啊 我實在無法理解 節省揍力這個結論到底是怎麼來的 唉…總之 老實說啦 我能理解老師是想強調 黑閃不能必發這個特性 但老師總是喜歡用一些解釋 顯得自己很有料 但這麼做的結果 就容易造成設定不容易經得起推敲 像是2.5次方的設定 也是老師覺得兩倍聽起來很弱 所以就搞個2.5次方 可是當被同事問到 那萬一咒術的威力是1 傷害不就沒變 老師就是喜歡搞些有的沒有的細節 但又想的不是很全面 才容易造成一些設定上的破綻 最後我還有兩點想吐槽 為什麼我會判斷 樹挪本來可能會死引樹 一來他會使用什麼開 這讓我以為 詛咒之王還藏了一堆怪招 他可是詛咒之王欸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其實用超能力互打 最重要的其實是 隱藏自己能力的真面目 就像東唐對戰花玉那段 東唐就故意欺騙對手自己的能力 然後成功暗算到對方 我本來以為樹挪比東唐還要聰明十倍 誰知道 對不起 我想太多了 229話和230話 雙方都無法使用領域展開後 堂堂一介詛咒之王 就這麼束手無策 要用從別人那邊幹來的術士 才能度過被幹掉的危機 這是不是代表 如果樹挪是用自己的身體 或是虎杖的身體 那就一定會被五條物幹翻呢 最靠北的是 這傢伙幹走別人的能力 還在那邊嘴 你只不過是身在沒有我的時代 反覆 233話更是用上了混獸 幹 好丟臉 真的好丟臉 怪不得會有一堆冥英在嘲諷樹挪 好啦 不管怎麼說 看起來五條可能真的有危險了 好了 本期節目就到這邊結束了 本期節目有四個問題 三個問題跟 日本為什麼比較多咒靈和咒術士有關 一個是 五條的每一拳 為什麼不全部都是黑閃 除了作者沒想到 或是比較帥之類的理由外 要怎麼從作者給出的設定中進行解釋 同時回答這四個問題 並且按讚出最多的前三名留言 我就會在直播拿來給觀眾投票 如果投票有過半認同留言的答覆 我就直接送你一整套咒術漫畫 萬一同時有兩名以上都被觀眾過半認同 抱歉 財力有限 屆時我會送給按讚數最多的那位 再說一次 我提出這些問題並不是在找麻煩 而是真的有太多粉絲 總是在看了某些說法後 就覺得自己很懂 但又沒有深入研究這些設定到底合不合理 然後就自以為是很懂得到處拼拼 實則只是放棄獨立思考 我出設定介紹已經不是一兩次了 每次都有類似的言論 很多時候我也經常有錯 只不過跟之前不同 這次我拿出祭品 歡迎所有觀眾對設定進行討論 請問一下